香港人权基本上包了这些东西 可不可以说呢? 这个当然可以 我的忠于我的选民 忠于遵守你的承诺 我觉得第一届开始的时候 你说忠于什么你没有一个有好像选法那样的 或者主体去忠于的 但是你有承诺的 你信守承诺应该是很重要的 你已经答应了别人才选你了 你别上去改了 所以有个信守承诺 你看每个候选人出一些承诺 你要做什么? 这个承诺有一句话 他签名上面有一句话 譬如海外人权忠于选民 这个暂时 就是未到宪法之前 有一个这么简单的承诺 这个不算过分的 这个都是合理的 不过分的不过分的 这个是承诺来的 大家都要承诺的 这个应该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 你说其他东西讲不清楚了 又说这个对这个错 但是这两样东西就没得说错了 就是没得说不对的 那些承诺都可以 你如果想进了议会 立即反面 违背了这些承诺 大家要投票 扔你出去都可以 可以有些规矩的 可以有些规矩的 这个要大家 这个我和你研究一下 因为你有经验 你看过这么多历史 那这些真是读书 不读书是没得回来的 就是是不是 我靠修由列国 但是这些碰不到 就是你在历史上 有一个很重要的 很多东西 这些真是要靠读书 大家叫百无一用词书生 今天用到了 我读一小书 不是有用 我不是绝对 我不是看笑的 但是你不可以尽证书 所以这件事情 有一个平衡 有一个平衡 我们香港 我们香港 过去的30年 包括《中英留学声明》 《基本法》 一直到后来 在立法会拉扯 是不是拉扯 实际上我们那班人 我最继续研究 原来全部都是读书人 而且是读法论的 这班人完全是 因为你知道 你不懂法律 你很难谈这些事情的 你就刚刚不懂法律 因为你不是法律 但是我们实际上 大部分都是律师 你主要是 美国也是 美国的议会 整个律师 但是他们有个习惯 法律的人 就是什么都要查一查案例 就是查以前的做法 所有读法律的人 就是读书人 都是喜欢查以前怎样做 现在就应该怎样做 这件事我不是说不好 我很多事情要这样做 但是他们缺乏创意 很多时候就是缺乏创意 所以这次真是被共产党 搞得真是输得很惨 输得你知道了 他们由头到尾就是 就是谈判 谈判又谈判 一些没有创意 你出街打架 你对着个流氓 又比你健碩 又比你健碩 你又打架我不行 我看法律上 我不准打架 我就是打你 就是这样的问题了 就是这样的问题 那些人真是 你明白吗? 我不是不主张和理非 但是你对付这些人 怎样和理非 我就是想不清楚 你这个问题 就是对付那些流氓 你怎么样 流氓 对不起 你怎么样可以 我真的不明白 所以现在搞到我们 先到这么惨了 那现在最近他们都说 我们这次在搞这件事 很多人都说要参考他们的意见 我说我参考没问题 但是你想想 哪个今时今日令到我们这样 哪个应该要扶相当民集入 真的 其实他们一直都是 用法律的观点 去和流氓在那里吵架 这个又不是的 有一个问题 香港这么多年 就是最近改革四十年以来 第一个 中共确实是香港的下金蛋的鸡 老实说 如果是邓小平、江泽民之类的那些人 还在台上 不会这样搞香港的 后来是李嘉诚说的 对啊 真的一见完 习近平说 不是啊 真是共产党来了 真共产党来了 就是那类人 香港人在这个习惯 这么长时间 对共产党 真是很少了解 香港我看到了 教科书也好 学生 比如说香港 你讲了很多 走到香港的人 又不讲以前的恶梦 现在大家同步同都很发财 没有人想到 它有这么大的流氓 是这样一回事的嘛 美国也没有想到 而且他一开始 就算他们明知道 流氓说他明知道他要打架 他健碩你打不过他 你还是打不过他 所以就是在这样 我们要想香港的未来 但是要想到一条 这种健碩流氓 始终要倒下 始终要让他自己里头 自身的问题 会整倒下 所以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呢 你如果现在在外边 你能够建设未来 打个什么铺垫 都是很重要的 你如果不是 一个民族有时 不想未来 你就没有未来的了 那这个 今天说的事情都很重要 我现在又是说的事情都很重要 好像没有什么安排 但是讲到来 实际上这个是整件事的中心 中心思想来的 我们讲的事情 好像随意地说出来 实际上说的 分量和深度不是简单的 大家老老实在说 想到很多 是啊 不是想的 你有这样的经历 有这样的经历 我都活了几十年了 你又专门在这方面 研究这么多 这方面你真是对这方面很有研究 就是专政的研究 对专政的研究 就是我不是托你大脚 不是大脚 刚刚就是开正你那饭 你记得开正你那饭 是不是 可以不可以这么说 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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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